他是将夜世界里的人间第一强者 就算不打招呼 抢了剑圣柳白的剑 柳白也只得忍气吞声 还要道谢 自是天下无敌的只手冠冠主陈某 被他用一根小木棍就放逐到了南海 不能上岸 佛宗第一人玄空似讲经首作 被他打败后立下了不到危急世界安危不得出手的誓言 九徒 这种活了万年的大修行者 被他一只手乖乖拿捏 将夜中重量第一的徒刀 不能伤夫子分好 西陵神殿的光明大神官 在他眼里比不过一头老黄牛 天晴大德 屈尼大师被他隔空打到吐血 世间之人 无论宗派掌势还是国家帝王 无不对他毕恭毕敬 因为人间的未来 在很大程度上都掌握在他一人之手 这便是夫子真正的人间第一强者 在你们浩天道门的眼中 夫子有多高 书院的二层楼已经很高了 但夫子 却有好几层楼那么高 夫子是浩天世界唯一一个达到无举境的人 无举可以无视世间一切规则 是人类的修行极限 能够在任何地方听到想听的话 也可以在任何地方打到想打的人 这种效果不同于贯主的清静境 也就是隔离自己和这个世界 只能防守不能进攻 夫子是超越了所有规则 并且还能反控规则用来战斗 夫子之前 人类没有修成无举境界的 夫子之后也不会有 堪称是自人类诞生以来的最强修行者 将夜世界的第一传说 天不生夫子 万古如长夜 这句话如果形容别人 或许有夸张的成分 但放在夫子身上 却是纯粹的客观事实 因为在夫子登天之前 浩天世界从未有过月亮 直到夫子与天一战化身为月 照亮了漫漫长夜中的人间 世人并不知道夫子的境界有多高 也不知道夫子究竟活了多少岁 就连一百多岁的佛宗大德 烂科寺长老 齐山大师 这位除夫子外修行界辈分最高的人 也只是猜测夫子已经二百多岁了 但夫子却告诉宁缺 他已活了一千多年了 一千多年前 夫子出生在西陵神国东面 一个叫鲁国的国家 自小读书名里 考试做官 因得罪权贵被免职在家 三十多岁时 突然对道门典籍产生兴趣 从而走上修行之路 但在修道不惑时 夫子的境界开始停滞不前 族人看到了他的修行天赋 于是不惜花重金 将他送到了陶山某个执事 于是夫子选择了进入西陵神殿藏书楼 一边当图书管理员 一边摸索修行之法 在这里 他邂逅了一位同样痴迷读书修行的道人 要知道 那时候西陵神殿的道人大都喜欢吃香喝辣 在人间作为作福 这个道人的举动尤为特殊 夫子便与其结为了同伴 随后两人不仅跃进了藏书楼里的典籍图书 还相约去知首观偷看了七卷天书 从而境界稳步上升 那名道人 后来成为了西陵历史上首位光明大神官 还偷走了名字卷天书 在荒原创建了明宗 也就是魔宗 他成为了魔宗的首任宗主 开辟了四大不可知之地中的魔宗山门 此事一出 夫子也被连累 只能离开西陵去往了中原 在这里 夫子结识了大唐的开国皇帝 帮助他创立大唐 建长安城 设经神镇 世代守护 随后 夫子又在城南建立书院 开辟了四大不可知之地中的书院后山 期间荒人南下 夫子去找那位魔宗宗主打了一架 帮大唐赢下了对荒人的战斗 此后的大唐 强大到打遍诸国无敌手 西陵神殿不得不承认了唐国的特殊地位 而那位大唐的开国皇帝却老糊涂了 他听信了吃夫子之肉能获长生的谣言 欲对夫子痛下杀手 于是 夫子在他动手前夕 先一步进入皇宫 将他斩杀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 夫子规定 以后所有皇位继承人都要先接受自己的教导 所以之后的大唐皇帝都是勤政仁爱之君 大唐日渐强盛 对夫子更是敬爱有加 书院在大唐的地位就变得超然了 后来夫子渐渐从俗世中把自己解脱了出来 他在世间游历 收集各种书籍 想要找到破解浩天规则的方法 他曾在极北黑海上建造过一只巨轮 希望能够躲避永夜 为了弄清楚天有多高 他曾垂直向上飞了三十多年 为了弥补自己天赋和认知上的不足 他代诗收徒 培养了柯浩然这样一个盖世奇才 还教出了书院的十三位高徒 为了验证自己的结论 他踏破了几百双鞋 找到了永夜的幸存者 屠夫和九徒 他努力寻找冥界 最终认定了这个世界上没有冥界 也没有冥王 之后的夫子终于了解了永夜的真相 确认了天吃人的传说 我们有欲望 这天也有欲望 我们饿了要吃东西 这天饿了也要吃东西 这天要比荒原上的狼群挑食得多 经过数百年的寻找和探索 夫子终于发现 浩天即冥王 冥王即浩天 一切都不过是浩天的阴谋 就好比在羊吃草 狼吃羊 人吃动物的这个生态圈中 浩天就是站在人类头上的那个食物链 他的最终目的是 把这些越武镜的大修行者都消灭掉 以维持自身掌控世界 夫子早早就看透了这一点 于是他把自身的力量融入人间 和这个世界紧紧绑在了一起 我就是人间 我的力量就是人间之力 浩天想要吃掉它 就必须先毁掉这个世界 人间是对夫子最有利的战场 他可以源源不断地抽取人间之力 为己所用 我们看到 宁缺只是借助精神阵 聚集了长安城的人间之力 就将清静静地灌注击败 那能够聚集所有人间之力的夫子 该有多强呢 况且 无视规则的夫子 又岂是浩天能够锁定的 所以 浩天也亲口承认 自己没有战胜夫子的把握 其实 我也没有信心 能够战胜 其实 像夫子这样的人 完全可以像九徒 徒夫一样 隐秘地把自己藏起来 度过无数个永夜 但他却选择了与天相抗 帮助人类脱离浩天的恐惧 将人间的威胁降到最小 哪怕登天化月 依旧守护人间 其心可敬可配 所以 人们在介绍只好无敌的陈某时 会说他是只手冠冠主 介绍柳白时会说 他是难尽见阁见胜 唯有提到夫子时 不会加任何前缀 因为仅仅这两个字 就足以震慑人心 这两个字 不仅代表着人类的修行极限 也代表着 可以与天抗衡的力量 更代表着一种精神 夫子说 纵有千万人在前 我要去 那边去